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我是G-Shenix 为了带大家怪物类人的网上连击视频 上一期,或者说前几期吧 我们是打了很多的G-2任务 现在呢,是想稍微放松一下 回来打打G-1 而且G-1有些怪像 这是画胶吧 或者是,我喜欢叫鲨鱼 总之是还没有 应该是没有打过吧 音响中好像是没有打过 总之呢,我们是再回来打一打 毕竟是 还是 4G的视频不是很多 有些怪我也是没有打过 我呢也是,其实说实话 在之前呢,我是 没有录视频,所以说有时候懒 泛懒的时候就是 什么武器好打在用什么 现在呢,感觉上也是都 尽量都,武器都实实吧 感觉上,都尝试一下 没准会发现一些,有些意外发泄 发现可能会比较好打 当然要是说,发泄打完之后 非常的难打的话呢 我估计,可能是因为我不太会打 或者说本身那个武器就是 就是不太好打 我也无所谓了 这样看一下 两只鲨鱼应该是弱火的 所以说呢,我是直接是选择了 这是一把 一个P2件的套装 其实是一个比较 泛用性的套装,它是不需要武器 不需要孔的 技能是挑二,真打 回敌性能加一,跟一个属性 可以上升 有些这套装我之前一直没有使过 所以说我是 所以说我是给 等于是拿出来使一使 看一下 我们的队友好像是 他已经准备好了 我稍微再把该拿的东西拿出来 一下,别的觉得 差不多 这边的装备,一个是 大箭是大轰隆的套装,配的好像是 尚未恐暴龙的装备 给我工业卡片 估计它直接出任务了 是没有时间拿了 无所谓了 这边的鲨鱼 或者是花椒 比较 其实是比较 不太适合用 鲨鱼 鲨鱼 我是感觉上不太适合用 用近战之间打 因为它有些弓箭 像 有些弓箭是比较容易 把人打出什么动作 或者说是被 总之是一些恶心的效果 比较容易打出来 哇,这就直接怒了吗 这么快就怒了 现在它也是 手 手部是 好像我直战不会 我还是被 被打到了 这是 它这招是往前冲锋吗 应该不是原地转圈那招吧 我刚才是没有 没有注意 没有注意啊 这个 这盘点有点大吧 我感觉完全是打不到我的 好吧 这样 这个真的是有点 因为太浪费了 直接是 费了一块石头 而且我这边也是中了病毒 背棋 背棋应该是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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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弱的 我可以不打的 哎,不好不好不好 天哪 打得太 练机练的太多了 结果是没有 没能收住 怎么没有 应该是解除了狂冒状态 这叫 又叫干嘛 我们的大剑怎么直接 直接猫了 这也是不要上的太早 上太早的话 判定还是非常非常长的 有时候会经常是直接 还是没有打到啊 太 太贪刀了 一般 他挖地 我个人感觉是 就是 他的 就不太会出 刚才那招啊 总之一般我去 我去 我去追刀的话 一般是不太容易出 不过 不用所谓了 反正是一个 积极的怪 我觉得暂时我就先这么 这么写冰打 一般我比较习惯的是 拿长枪 或者说是 冲冲火 总之都是一些 防反游的打法 因为是他的 游戏赛 在他 在他 就是在 也是 变膨胀起来之后 防反流入武器打的 真的是 非常的容易 像这招呢 有防御性能的话 也可以直接防入 反正是不用担心的 这只怪可能就是比较大 就是打起来比较 比较奇怪 有关面板 叙力太慢了 我的血量是有点 有点危险 所以加个血 现在给我感觉好像还是 可能还是打的不多吧 可能打多了没准会 会 会能知道是 好像要膨胀 如果要膨胀 还是 可能是没有找到一个解决方法 找到的话应该是 应该会打起来 应该也是没有那么的 就是现在赶紧前来打的 就是不是特别的 不是特别的舒服 不太敢随便连招 就是没有防御的防御性能之类的 就是要往前冲 需要能按钮滚我去 刚才地形有点不太好 差点把我卡住 怎么又来一只 没有大盗吧 大盗了吗 大盗了 哇 那边的来了 没有注意到 我这个 我这是哪来的 哪来这么大仇犯 所以我的血量好像有点不太安全 给他们加一下吧 这边饥渴了 还不换区吗 这边就换区了 这是没血换走吗 还是 对 平常挖地一般都是出这招的 刚才是给我顶飞 还是比较少见的 好 找我愤怒吧 武器的展位不太好啊 直接 直接死吧 好吧 看时间好像是六分钟 感觉上打得好慢 嗯 刚才染色 染色那只是换到了 上边 所以嘴边那只 大烘龙是弱水吧 今天是弱水啊 怎么是被 难道说也比较弱冰吗 再清楚刚才那个人是怎么猫掉的啊 他之前我看他的武器好像也是附魔了 是强化了 强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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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 防御啊 防御我看是800多 哇 哇哇哇 还好是没有顶到我 直接解除 直接解除了 我可能要飞铺了 刚才那边 我的反方向是一堵墙 完全是躲不开 哎天 想 想移动的 没有移动开啊 还是说他刚才 那边是有墙嘛 所以说是 他的 这怪的前进方向是受到了影响 可是我感觉我 我往旁边跑他是撞不到我的 又 能蹭到一段吗 蹭不到 现在是怪处于饥渴状态 赶紧去追到 哎怎么 怎么突然 这应该是队友打的 我刚才是已经是出了拔刀斩 或者是跳斩吧 这工具已经出了 才发现这个怪是又 又要又膨胀起来了 又要往前往前滚 又要往前滚 这要做什么 要跳 刚才是 你是可以可以翻滚 能闪开吗 能闪开吗 闪开了 有些情况像 像这个怪等于是他撒气的时候 等于是不得不去 像这种 每份防御武器不得不去 就是去 去离开啊 有时候像打得太太欢的话 就直接直接中招了 像 相比之下 什么防反流的长枪 或者说是 斧头都是 没有关系 哎呦要起来 天哪 看我们输出应该是挺足的 刚 刚怒就直接又给打 打 打膨胀了 你看我了 赶紧闪了 直接死了 好吧 毕竟是一个 G1的人 我们现在是两把 我们两个人应该是 大剑跟我 应该都是已经是 G3精英罐的人 所以说 武器伤害应该是够的 而我的武器 算是比较 比较克吧 我的这把P2剑是没有 没有强化 因为 不是材料不够 是 感觉上用的不多啊 没有什么 感觉上没有什么能 能打的 不过 其实P2剑 P2剑里边 这把金银火 这是金银火龙 这是金银火龙的一个组合 P2剑 可能这把P2剑 算是火属性 或者说是 整个是金银火龙的武器吧 真的是 不错 就是在 非工会的套装里面 算是 很不错 很优秀的一把 可以看392的物攻 然后350的鼠攻 自然也很长 这边是441 跟380 我配玩装备 觉醒 立之解放 发动后应该是攻击力能上400多 还是 是输出还是挺猛的 好像是10分钟 我的龙影热影效果是没了 这只怪应该是之前等于是我们 等于是打了一半 就是剩了一半的那怪 所以说是 血稍微低一点 但是被打死了 好像9分钟啊 刚才看时间 来这样看一下刚才的我们的鲨鱼 或者说花椒 它的肉质表 腹部是 先说属性表吧 火性 火吸收是腹部30 头跟背齐是15 20 是10 头是15 背是20吧 为什么有两个数字 它写的一个括号是通常的时候 它膨胀起来是15 然后不膨胀的时候是20 前脚跟尾巴是 这个没有理解啊 两个数字 是10或者20 然后是雷西周是30 头20 尾巴是15或10 其他部位都是15 我发现这个围基写的好 好粗糙啊 嗯 我们 我换一个围基啊 看一下这边 我换一个 这个围基的资料应用起来 看一下 不妨有人发了我工业卡片 是吧 我刚才有发他们卡片吗 我刚才有发他们卡片吗 给发一个吧 这个围基写的是 活手吸收好像是 15 然后 括号里是20 但括号代表什么 我没有 看见啊 好像是 就是 就是 换起来 还是正常时候的 一个状态 我觉得这不是15 就是20 然后最高的好像是 腹部是30的火系收 比如说 刚才我等于是打他的 哎 这人怎么走了 他是离开了 基本上就是全 全身行都是 10到30的一个 属于吸收 不管是火还是雷 所以说 没有必要说 特别在意去打哪 腹部的话 膨胀的时候是 切断伤 吸收是 物理吸收是75 打击66 射击是60 也是不错 然后其他时候呢 应该是 头好像是43 然后平常是24 原谅好低啊 但背棋好像是45 或者是42 好奇怪的 好奇怪的属性值啊 正好是一个 发动不了热点特效的 一个 一个值 但是热点特效是 我不太 我不太清楚啊 之前我是看过一个 危机的 就是他介绍 就是介绍 计算伤害的 当时那个 就是危机 我伤害计算 基本上我是知道 怎么计算 但是他提到一点 我是没有 我之前不知道的 他好像提到说 是你的 就是展位 展位在计算 弱点特效的时候 是先算展位 可是展位有加成吗 像好像是子展 比如说能加一点 好像不是1.5啊 好像是1.40 还是0几还是1.多少 总之一个 比较奇怪的数值 大概是算 理解粗略点 可能就是1.5左右 可能是你把这个 数值算完之后呢 可能是能把 就是有些不能发动特效 特效 如果你特效的部分 好像说是可以发动了 是好像是那么意思 不过我也是读的不太明白 联盟带猜的读的 毕竟是读不太懂啊 这样两只沙龙 之前我们好像是拿 我们拿弓打过吗 我们打过沙龙吗 我有点记不清啊 毕竟是打的怪太多 再加上我总是 因为要边打边话 所以说有时候 有时候口是心非的 我也记不起来 我在说什么 看见队友啊 队友是一个大剑 然后马币属性 我不太我记不太清楚 有没有打过啊 总之我就先 再拿这个攻打一点 因为我觉得拿弓打 沙龙还是非常舒服的 因为沙龙这只怪 感觉上就是 射击弱点的这种弓啊 打起来非常的容易 比如说是非常容易吧 主要是他的吸收就太好了 直接是打到 好像基本上全身 不要受到一些奇怪的 什么腿那种比较硬的地方 其他地方打的 都是能发动有点特效的 所以说还是 还是不错的 他说要 他要多等几个人 觉得等一等吧 我的亭要补给吗 好像不要 我的存货还够 这样呢我觉得 反正要等 我是懒得去到时候 后期再去解一些 乱七八糟的东西处理 我们正好先利用这段时间呢 去把沙龙的 他的肉质表给找到了 沙龙 沙龙叫 沙龙叫什么 沙龙的名字跟 我记得跟跳跳跳的名字很像 应该是在 这个吗 还是 这是红跳跳 这是沙龙啊 沙龙看一下 反正现在是没有 没有人啊 没有人看一下他的装备啊 装备是 这是 这是 这不叫千刃龙 这个叫什么 蛇 蛇王龙 蛇王 蛇龙帝 就是继位的那只 可能算是他的亚种 技能是龙抗性加15 这是他插出来的吧 嗯 状态耐性 等于不会中击一张状态 觉醒 跟一个拔刀会心 还有剑切-2啊 来了一个 第一的人 说是要补一只 补的话 他要瘸的话 我就不杀了 但是你要说直接 连瘸都不瘸就被射死的话 我就不负责了 一个人他穿的是 这不是角色龙 就是水蛇龙的 看下属性吧 若 若冰 这应该是普通角色龙的 是 捕获大师 是多少 15的技能 高耳跟一个弱眼头笑 我直接准备了 刚才是想去 因为队友要等人嘛 所以说是 稍微废话一下 拖延一下时间 看一下一会儿沙龙 他是 沙龙应该是若冰 最弱的吸收部位是 头30 然后 手是15 腹部 20 背跟他的 旗是17 一磨写的是15 一磨他应该是 他那两个吃吧 脚是15 最后尾巴是20 一会儿呢 我是射击型武器 头的话是吸收50 手写的是80 天哪 这么高 腹部50 背跟翼是80 一磨是50 脚40 尾巴30 天哪 除了脚跟尾巴 射到其他部位都相当的高啊 而且有80这么高的力尾 有他在说什么吗 好像是要 他还要再等四个人啊 我们两个继位继三金冠的人还打不过沙龙吗 我这边 我这边有 Let's go 之类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呢 好像没有啊 这样无所谓了 那你随便等了 我们再看一下 好像是我们一个一个杀 就是一个一个杀 还想分开杀嘛 应该是准备出任务了 这边是两个斩机型武器 我们在 还是不出任务啊 我接着读周日表 斩机型武器 打头 吸收是物理吸收 35 手是65 腹部10 背部是60 翼部是42 为什么这么奇怪这个数字 这是 这帮 这帮人是怎么测出来的 有零有整的 42 脚是35 然后 然后由于战斗开始了 我就 我就 我就不读了 再读有可能直接 天哪 好危险啊 再读有可能直接是被被猫掉 因为杀龙有时候 直接麻你一下 然后 再随便钻一下 像这个工具啊 这工具是能能麻人的 随便再钻出来之类的 有时候就 非常危险 就是 哦天哪 这么这么能拖延时间 我的耐都消耗光了 这是在钻人吗 这是在钻谁 为什么战斗声音没了 这我这我错了吗 还是 还什么 网友出现了 呃 好像这边是能射到脚之类的 想射背 结果他倒地的方向是跟我想的不一样 哇 没有没有靠到我 算是比较比较有运气吧 我刚才我想想法是能 是能能射 能给他射出硬直的 毕竟是我在上的 强机瓶而且是带了 看这回能输出一只 射的是背骑 背骑应该是一个80的 80骑收 还是相当的优秀的 还有还有一段应该是 这个应该不是打我啊 稍微离近一点 还是太远了 没有没有暴击 这么这么不老是 这个是打我的 还有 哇 这回这个太不老实了 现在他也是愤怒状态 我说没有 没有太好的能 另外只来了 哇 另外沙龙的喷沙子 他的追尾性能比较比较强 所以说想翻滚回避的话 是最后一瞬间翻吧 要是说提前翻的话 可能可能直接 给他方向修正给修回来了 有耐力了 稍微恢复一下 收到了 收到腿部 算了 收到腿好像也是大概40的伤害 又收到腿了 但是你这个怪不看我啊 为什么要补这只呢 为什么要补这只呢 我不能理解 他要补货 然后你问有没有陷阱 感觉上好 这个队友是来 是来卖猛的吗 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想法是 第一只你随便杀了 因为是可以马上去去找第二只 然后因为你现在要补的话 等于是 刚才杀死就可以直接马上去去第二只 那个地区了 这边等于是你要跑过来 然后再补 好像有人 麻醉玉都这么歪了 讲第二只呢 看看情况吧 我是想把第二只补了 补的话 回村也快 然后也省事什么的 没所谓了 看一下有 主要是要这个音报 你看一下他的这个瞄准 刚才我是在地上一直的搓 沙子的逐弹点 是正好是在我搓出去的地方 还是 比如说还是非常的 主要性还很强的 哇 踩到我了 地前是不太好啊 我有回避性能 腹部是多少吸收 技能 耐力不太 好像是骑上了 耐力不太够了 直接是去 不是钢瘦了 让他恢复一下 只要可能有人说 为什么不用抢走 因为觉得 这个没有必要用抢走啊 不用抢走也就是 输出可能是稍微的不流畅些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 你还补吗 我就不打了 因为我是想补这只的 只要是能回追快点 而且现在估计他们追可能也追不上了 沙龙感觉上换区就是一旦挖进去 就看从这区是直接换到了 北边那区 我特别的抠门 我吃一个冷饮 然后再带两瓶免费的回去 这边好像还有免费的抵消果实啊 我也带回去吧 毒瓶就不带了 因为我好像我的工都装不了毒瓶 怎么有人退游戏了 这是掉馅了吗 这是一个落雪啊 沙龙能中落雪吗 上方能中落雪 没有没有没有试过落雪啊 我记得是浅口龙是不中不中落雪的 顿蟹是不是也不中落雪 总之我印象中就是那种能挖地的怪都不中落雪 因为他们中了落雪 好像连线能中落雪吧 想不起来了 太太久远的事了 二二代的连线 但好像Cross里面也有连线 记不清了 浅口龙应该是不中落雪的 因为他平常就是在 给我感觉好像浅口龙是全程处于一个中落雪的状态在跟我们打 所以是不中落雪的 沙龙可能是能站起来 所以说还真的是没有 除了浅口龙死的时候是能看见他的腿被 等于是从沙子里出来之外 好像全程他都是在 就是好像是被被落雪的这么一个状态 挺有意思现在这么想想 嗯 看下好像是又来了一个 这个人叫什么 点点点 好有意思这个人 看一下拿的是 这个叫什么 就是一个大怪 叫崩龙 崩龙的棍子 然后鲨鱼 弱冰的 这应该是虎文鲨鱼的那套啊 技能是魂式速箱 雷抗性加15 耐力回复抗震 跟一个双倍流血 嗯 这个偷任务人是哪来的 他是刚来的 刚来以后什么都不说 直接偷了个任务 还是一个这么大的大铃鱼手链 这个有点 有点过分吧 我觉得要有一点 有点礼貌啊 这是在做什么 到底到底做不做呢 不太清楚啊 我觉得这期时间可能是做的任务上有点短 我回去索性直接能给截一下吧 呃 主要是不太清楚会发生什么 就突然是感觉上来了一个人乱入 呃 总之先先截到这儿 后期会发生什么呢 我们是等于是到时候再说 这一期也是相当多喜欢 我们下期见